有氧的乐音飘扬整个会场 让台下民众全都听得陶醉不已 不管是传统乐曲 台湾民谣还是流行歌曲 都难不倒这一群年过半百的 音发长辈们 专注的神情 流畅的演出 不输专业表演 退休以后还年纪大 跟这个演法则大家一起学习 共同成长 跟大家相处很愉快 很愉快 因为可以共同学习 共同聊一些家庭生活一些事情 生活充满的乐趣这样 学了大概两年 今天终于可以上台表演 很感谢 学长他们的资深都会指导我们 所以渐渐的从幼稚园就升到国小了 现在已经是国小一年级了 大概暑假以后就二年级了 应该是蛮有成果的 成立两年多的后里长青学院国乐班 这次特别举办成果演奏会 所有的表演曲目都是这一群音发长辈 一点一滴所累积的学习成果 从一开始对国乐的一窍不通 到现在可以充满自信的上台演奏 也让人看到他们活到老学到老的 努力精神 你看在家裡帶兒子 帶孫子 現在在這裡學 穿頭 完全不知道的人也有 也有的人我們修練幾個年 但來這裡就結婚 會好的 帶不好的 不好的 趕快打招名 今天聽我來跟我們家主持館表演 是大家打招的結果 那今天要表演的學員的話 大概有二十來位 那他們表演一些傳統的一些樂曲 當然在學習上面的話 雖然說他們的眼睛可能有點老花 然後學習能力可能也沒有那麼好 但是他們的認真程度一定夠 所以他們今天鼓起勇氣 來做這樣子的表演 我們覺得說是非常大的一個突破 主辦單位也表示 藉由國月班的成立 不僅能夠鼓勵長輩們走出戶外 學習新事物 多彩多姿的人際互動 更豐富他們的退休生活 借陳伯瀚台中採訪報導 均勤看